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宣佈開會 開始進行相關議題的協商 那麼今天邀請各黨團來開這個協商會議 最主要有幾個議題要來討論 第一個議題 我們要研商各黨團推薦代表組成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六屆董監事審查委員會相關的事宜 那麼這個是依據公共電視法第13條 由立法院推薦11名至15名社會公眾人士 組成公共電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 這是第一個事由 第二個事由是 研商各黨團推薦代表組成財團法人 援助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監察人審查委員會 也是審查委員會 那麼相關的事宜 財團法人援助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 設置條例第九條 裡面有規範 由立法院推舉 十一至十三人 十三人 援助民主代表及社會公眾人士 組成董事監察人審查委員會 那麼第三案是 那麼第四在研商 針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七十一條之一 理清食物運作及後續相關事宜 大概這四個案子 那針對這四個議題 我們就開始第一個議題 那麼第一個議題 我們先請議事處來說明一下之後 那再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來 主席報告各位委員 這個公務電視法 董事的這個審查委員會 董事審查委員會 他按照法律規定 公務電視法第十三條規定是 我們是推舉十五名 十五名代表 那按照政黨比例是 民進黨國民黨時代力量清明黨是九四一一 換句話講就是民進黨九席 然後國民黨四席 時代力量黨團一席 親民黨黨團一席 以上報告 那麼我們針對第一案 這個財團法人公務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六屆的董監事審查會 那麼依照公務電視法 我們立法院要推舉十一名至十五名的社會公正人士 組成公共電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 那麼這個在過去都是依照得票的比率 在立法院的席次來做分配 那民進黨在十五席裡面 如果照議事處的規劃是可以分配到九席 國民黨可以分配到四席 時代力量一席 親民黨一席 那麼針對議事處 提出了這麼一個分配的額度 那麼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是不是就照這樣通過 這個是過去就是這樣分配 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議事處所提示的民進黨九席 國民黨四席 時代力量一席 親民黨一席 這樣通過 這個 好來 那我們進行第二案的處理 第二案是各黨團推薦代表 組成財團法人 援助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 也是一樣是審查委員會相關事宜 這個是依據 財團法人援助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九條 由立法院推舉十一至十三名 援助民主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組成董事監察人審查委員會 所以我們一樣在組審查委員會 那這個條文 這一案是不是請議事處說明一下 這個比例上是七四一一 民進黨黨團七位 然後國民黨黨四位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一位 以上 好來 那麼這個 第二案 針對這個援助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的 審查委員的分配是七四一一 七四一一 頭前的是九四一一 是不是 這個案是七四一一 那如果各位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這個就通過 民進黨黨團七 國民黨黨團四 時代黨團一 親民黨黨團一 這麼一個分配額度 那麼我們進行第三案 延商一百零五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 啊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相關案的一個事宜喔 這個 請議事處喔 來說明一下 OK 現在一百零五年度的附屬單位預算 那目前都在提報院會當中 但是還有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的一部分 還沒有送到院會來 但是我們現在可能開始要啟動 協商的一個時程 那我們現在是建議喔 今天協商然後在 下個星期四五月十二號 中午十二點以前 提出相關的修正建議 修正意見 然後在五月十七號星期二 如果有其他的對岸的話 也一併提出來 那我們預計是在五月二十以後 開始進行協商 以上報告 現在是基本上我們決定提案的時程 第一個時間點是五月十二號 下個星期四 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請各黨團如果對這個附屬單位預算 如果有修正意見 就提出這個案子來 那因為有相關的黨團 可能會對各黨團所提出的案子 提出相關的對案 那也請在五月十七號星期二 中午十二點以前提出來 那這個部分行政 我們的幕僚人員需要作業 那大概在五月二十號 所有的新部會首長他們就任以後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協商 以上 好來 好來請柯總召 五月十二號 請各黨人送案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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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這一次就是說因為正好在新舊交接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的文字是如有對案 那我想就是說可能對各黨團提出來的相關的案子 那你認為你還有其他的意見 那你需要再提一個修正的東西來 那我想這樣可以一併討論 會促進整個議案處理的順暢 以上 好來 好來 有沒有意見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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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這先看看 你現在看這個五十七 比如說民進黨團 國務黨 不管哪一個黨團 體制要三年三年 我們就 就政府提對案 然後學上說是新政客人來 來 2008的時候 再想看看 那時候是開 2008的時候開到78號 好 那是6月3號的時候 才開始低輪協商 好 6月3號 反正這都是520以後 政府犯了政府 這兩個不對稱的東西 你這協商不可能一次就完畢 你就八組 一定是未來的副會所長來 嗯哼 有可能 沒有 一個次來 比較久 有次長來 什麼 對 好 所以我認為 這個 你就政府 這個就政府提到議算 就政府 那 現在政府他們的看法 是怎麼樣 那 要不要讓他們 親政府 他們看一下 好 要共同政府 政府提出來議算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台 給他做台 叫香港幾個百萬 對不對 都沒有台 對不對 因為捍衛 那行政有的 私人邏輯總不一樣 那這 所以 所以 5月17號 以後 就來 好 好 慢一個禮拜 好 慢一個禮拜 今天 就 很厲害 你三百萬 要來背信 還要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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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是這個會 一定要完成 這樣 學生晚一點好了 如果是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建議 那個 各黨團提案的時間 我們原來是說到12號 那我們就往後延 到24號 好 往後延到24號 然後 那個 因為如果說是要讓 5月20 就任以後的 那個 部會 他們再去審視這些 預算的內容的話 那我們甚至可以再往後延到 比如說 6月2號 左右 如果 如果 這個時間大家同意的話 或者到5月31 或者到6月2號 5月24 提案 然後 對案的部分 5月31是對案 那 開始協商是6月 初 對 2年8是6月初 對 可不可以這樣子 這次 這次時間會短一點 對 因為 喔 國民黨提的預算 對 國民黨提的預算 他自己要刪 就 遊戲上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 我們要執政 那也不會像過去提很多 那 像親民黨和執政一樣 問題也多不多 所以 時間應該不會翻 過去差不多八百個案子 這不要看我不用 那你怎麼可能 哪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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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是被推啊 我覺得那些很算 因為之前一直吹 因為之前一直吹 你很慢耶 你一直吹啦 現在一直吹 往後延 我也是沒意見 一直吹說 我們未還吹慢 昨天我們都審查完了 那 現在是整個 齊城都要往後延 那往後延 就是醫事處 可能要告訴大家說 那整個 就是這個協商 花多少時間 之後的協商 花多少時間 有沒有可能 在7月中 以前處理完畢 好不好 順便報告一下 來 說明一下 我報告一下 如果剛剛講的這個時間點 說24號提案 那31號或者是 就是31號提對案 那6月初開始進行協商 那麼這個協商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要看這個提案的多少 然後如果我們是密集性的協商 理論上兩個禮拜一定只能完成 那這個時間點 以6月的第一個禮拜跟第二個禮拜 甚至到大概6月13號左右 就是前面上旬這一段時間 其實現在預估起來應該是在質詢 市政方針的質詢 因為5月31號才開始 那 所以這樣的時間 如果質詢的時間結束之後 那到假設我們預計是7月中的話 那應該是來得及 應該是來得及 就這麼 好 好 怎麼可以啊 有請5月31號都 總是多了 好 你去檢查對案也沒辦法 好 那麼第二案 我們就做一下宣告 我們 第三案 已經到第三案了 進步很快 第三案 5月24號 請各黨團提出相關的修正意見 5月31號 提出對案 相關的對案 那6月2號開始進行協商 524號 524 531 6月2號 那這個都是520之後的 6月2號 6月2號 星期幾 6月2號 6月4 這個不一定 不一定是25啦 25再總質詢 沒關係 我們就利用中午 好 那第三案 大概就照 剛才以下的宣告 來處理 那現在進行第四案 就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71條之一 上一次的會 我們要理清一些實務運作 那後續 我們要怎麼來處理 這個案 那現在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來 要不要 有什麼看法 好來 就是說 因為上次院長 在院會裡面做這樣宣布嘛 然後院長那時候的說法是 七十一條之一的精神是 必須要有協商動作 就算是 滿一個月的這個所謂能動期 院會定期處理制 還是要有協商動作 那 時代院長團這邊會認為說 這是不是跟原條文之間有差距 因為原條文裡面並沒有很清楚講 他只是說 如果沒有共識的話 這個沒有共識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那 著不著急協商是不是必要的動作 那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希望說 這應該要釐清 那 院長也宣布了 那我們 我們 想說在離心之前 我們昨天也根據院長這個指示 我們 根據這個 針對這個醫師那 勞基法案 我們也做了一些協商的動作 那可是我覺得說 可能還是要講清楚啦 因為 像中嘉案 柯剛案其實是 並沒有經過協商的動作 那 我們院會還是接受他 承案 那 這個 前後有一些差距 所以我是覺得 把它 釐清 那作為未來 如果真的需要協商的時候 或是71-1條的 我們去按 去遵循的依據 那麼 71條之一 現在變成有 兩個比較 不同的見解 這個 國民黨黨團認為 你要經過 表決 你要表決 要經過 協商的程序 那 整個的 立法院之前 行使法裡面規範得很清楚 那 時代力量就是認為 一個月只是一個冷凍期 我說在當時的時間 不是現在啦 可能不需要經過這個 協商的程序 那 那一天我的裁決是因為 這一條就是 一意不清 有的人認為 要一個月 不一定進入協商程序 有的人認為要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一個決定 已經表決通過 這兩岸 我們就因為不清楚 那我們就 確定 但是 從 宣布的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還是要有 協商的程序 才叫 沒有公司 協商程序完成 沒有辦法達成公司 那在定期處理 就是表決 所以我那時候才是這個樣子 那到 後面的這幾個案子 大概都依照這個 決定在辦理 那如果大家覺得 這樣的一個方式 並不 這個 好像 有部分 大家行使起來 不覺得 順粹 那要不要 做怎麼樣的修正 還是說這一條 今天大家透過黨團協商 把他的定義定清楚 我想時代電量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定清楚 那以後 大家就遵循這個遊戲規則 是這樣子吧 好我想七十一條之一 其實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現在柯總召 在現場 當然 他就是一個月的協商期 那你不管任何一個政黨 你誰來主導協商 在一個月裡面 他一定要召開 召開 要是說 協商沒有共識 其實 一般 在過去 誇眾 你稍坐一下 我要 我要說給你聽 我要說給你聽 不要聽 我告訴你 在過去 其實 一般要是說協商不成的話 甚至於還會再 再繼續來 再 再磋商 再協商 過去都是這種做法 那個也是尊重小黨 那你要是說一個月 協商期到了 反正協商不成 你馬上就 進行處理 那 這個等於就是多數暴力 講實在話 過去都是如此 而且 這也是尊重小黨 那我們是認為說 很多重要的這些案 那我們可以說一次兩次 大家多多溝通 不是說一個月協商期案 反正我發過一次通知 你要來不來不來 我就這樣進行送院會處理 其實 這個 過去的例子 我請那個柯總超 你應該 這個 很 很 很清楚的 來跟 讓大家了解 我們台中有很多老委員 不是今天我們才當委員 但是我們認為說 今天 對不對 我 我 你講一下嘛 是不是 林委員 你這邊的詮釋 又再擴充囉 之前院長講的 就是七十一條 他是定期處理未達成共識之協商協議案 那之前院長提的是說 那你至少要有協商的動作 剛才 林委員你又擴充到說 這個協商 就算沒有結論 還是要繼續協商下去 在過去都是如此 你可以問柯總超 沒關係 我們喔 多數 我們佔多數的時候 我們也是尊重腳踏 我不知道你過去是怎麼做啦 可是按照七十一條的條文 我們就條文而輪 他是法律 對啦 這個 好來 這個喔 其實 會有這個機制喔 這個是當初 劉松芬那時候時代弄的 那時候其實是四個月 後來現在改成一個月 因為四個月太融查 改成一個月 為什麼會有這個其實就是 在立法院就是 多數的民意裡面 尊重小黨 立法院就只剩下大黨而已 這個就沒有小黨的啦 所以這個我想以前在林德福講的在大黨 國民黨在大的時候其實也是尊重小黨 也是照這個機制在走 現在如果是現在反過來的話 我們覺得還是照這個機制走 就成如剛剛院長講的齁 這個協商的機制還是存在 當然 林德福這邊他講的就是說 如果協商不成的話 不是說一次不成 兩次不成 三次不成 還是幾次不成 如果這個共識看怎麼樣子 那是一個一個大家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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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概念的耶 標關盡量的話就是拿到表決的話 就是大家就是協商破裂嘛 那是最不得的手段啦 那這是看大黨的風度嘛 這個是我們還是覺得應該是 用這個角度會比較好 好我想因為那個 那個李委員他講過以後 我再補充一下 在過去國民黨佔多數的時候 我們非常尊重民進黨 而且民進黨動不動就說 那你們要是這樣去處理 等於是多數暴力 齁 那你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多數暴力 所以說我們非常尊重 甚至於那時候 要是說這些有爭議的法案 沒有到大家取得一個共識 甚至於就懸下 我想柯總召在這裡 你要他 你要調整的話你一直講 放我講一下好不好 好 讓你看我看 來 來 稍微其章齁 第一個 在立揚過去 在選舉的時候廢除草委學長 好 我希望大家進來立委員會以後 就要了解一下 草委學長是有他必要性 好 不是說誰喜歡草委長 誰不喜歡草委長 那政治就是 照遊戲規則來 那政治它也有很多 它實際上有存在 立委員會之間的行政法 這個規定是在1992年1月12號 國會武法所規定 經過十幾次修正 所以有曹委強專章 68條開始 這會有71條 你這條文順下來 以台灣這樣看順下來 曹委強沒有共識 就一個月表決 結果四個月 沒有不對 過去四個月的時候 民進黨那時候 那執政的時候 草小也大 是靠這個四個月才能夠存活 因為國民黨 立意提出什麼 全坑法案 我怎麼算算 這本來都拿到兩條全坑法案 是反共救護金 什麼 然後他一兩兆的全坑法案 我是靠這個草委學長 四個月 有時候借習不聯繫這樣 一直勒 另外一邊 政治場合不是 可以很生硬的 每一樣事情 來運沖運對 那我持平的任何講 然後到2008 國民黨重複執政 國民黨了解 這個太重要了 這四個月怎麼 每次四個月 因為 我們要小黨 別一個說 一黨就長四個月 這個加上前期的 副委審查 然後委員會這樣 這樣的話 至少可能半年 那 結果 一提出來 差不多你這個會議都不必夠了 再下會議去 那國民黨把改一個月 那時候 國民黨人最多 我們只有27期的時候 我們今天針對這個問題 大家應該很冷靜的談 照這個法 這個學法 學商沒有共識 代表有些洗浪構成 一定要有 上 上 上禮拜 那個沒有洗浪構成 就表決 十一百頓 各黨都要負責任 包括 院長這邊 大家都愛護這個人 沒有人做 做這個神器性的提醒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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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就用照 表格這麼說 出那種怪招 你要 你要就是 那天早上 我們在這還會協商 你說這個 這兩個法案不要處理 我說怎麼可能不處理 照神器來 我們要很吃命的講 齁 然後很吃命的講 所以說 過去怎麼樣 當然 林德夫他們講的都對 所以我認同 我知道 齁 我知道 就是說 很少啦 很少說 沒有 沒有選擇就表決 很少 真的很少 齁 那個 這個 要舉這個 有的意思 很難舉 齁 那因為怎麼樣 一個議案齁 從 有副委的話 就委員會 的超級 委員會以後 委員會超級協商 像昨天 有實在意外主持 那還是一種超級協商 齁 那是 這委員會議案下來 要去協商 他提案 那是 有這個委員會出來的超級協商 委員會招委以前的超級協商 都是協商好多次 剛剛那個協商都很多次 尤其是法案 你不要 常常照十五位 市府衛生管理法 市府衛生管理法 由院長組織朝一翔 制止十次以上 好 制止十次以上 剛剛那個刑責罰則 就十敗 那十萬人要發佈不一樣 所以說 政治 就是這樣 總人叫有一個規則來 一定要協商 我承認 但是這次 這次犯戒以後 大家還沒有 還在某個中 你看我看你 大家也知道 這條小衛生 你不會生的 尤其十二人課綱 我們的立場 在 已經很清楚 上個 上個屆就一年前 還在開零食會 還在弄 還要 我們要暫緩 我們叫你停下 等等 不管委員會 記者會 都表示很清楚 說十二人課綱 那個事情 大家都 不說 你如果不說 我就不說 十三人不說 不說 不就來協商一下 我一直看 要看這個事情 我很承認講 我們自己也要檢討 因為我叫 過年了 大陸 最近 辦公室 給他 排兩 兩次加排學長 他說沒有空 大家就不記得 你如果沒有提醒 沒有人提醒這個事情 我在看國民黨 大概投降 我立場說 你也投降了 你又不想 你又不想 就來表決 沒有錯啊 也非說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東港元 學長在一起 你們表決怎麼說 沒有啦 我正在 沒有啦 這大家請一禮拜 我正在 超越鄉 大家看 你們 大家好好說 我不要 因為有新的會 有新的委員 那天 表決東港在那個地方 不知道 你好 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 今次的表決已經 結束 而且都算數 從今以後 算數當然算數 我們依照 依照這個 這個 七十一條之一 就是說 要有協商的程序 那這個程序 還是照 上一次 我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 至少要有一次 協商的程序 你要兩次三次 你要看 我講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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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沒有啦 這是什麼 對 對吧 我們要講 大家 我講很多什麼關鍵 大家注意聽一下 喔 這句 有運動 有運動 我沒有 我講話講講 這就是 這大家都兵很中的 因為他那時候 坦白說 沒有錯啦 我們人 大黨都是要尊重小黨 所以他超爾也寫上這個機制 齁 實在那選舉的時候 一直講說 今天實在那樣 五個人有三個 也是在這裡要簽名 他們三個也三個要簽名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尊重小黨很重要的機制 以這個原則當然 齁 以這個原則當然 就是說今天我們變大黨 要尊重 這樣 過去國民黨 在這個 村民在這個地方 做得 做得很尊重 因為 因為不尊重不行啊 不是 不是你們從內心姐的尊重 你沒有尊重 我們也要出 我們也要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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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很多招 但是議事工房上 沒有講好 沒有 這台理會員大家沒有講好 大家說 各民本事都會出招 那時候醫生不暢順 所以法案長一直認為說 大家要和我講 就是這個原則 所以有的法案 協商 兩三年還在協商 因為你知道這個 齁 因為大家有時候 時工不一樣 這法案的看法又不一樣 什麼樣 等等 什麼情況都有 所以 我們現在大黨 一定是農修黨 一般大家都沒有講好學 都說八 那一次 你早上常常在這裡 你也不提說 都沒有時間不能表決 因為說 不要處理 我說什麼不要處理 排上議程已經 從 陳議員排上 二次排到禮拜 大家都很清楚 那一說 在這裡說不要表決的道理 我還謝你們 乾脆你們 就 藝人文書 剛才就出場就好了 讓他順利通過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你第一次 那是我們看到 國務院長第一次 佔領主義台 我這裡奉勸 國務院長要佔領主義台 選對題目 那客康的題目 我 用這樣 民意這一面 那我們會尊重 也不是說 大家說一次就不要講 說十八年就不要講 曾經在這個地方 為了十六月管理法 寫一張二三次 立法院的東西是尊重 因為 以後你噴到很多法案 百幾條 在那裡 根本是國務院拿到一個表管 人家說是尊重 我們這單一事項好談 法案是整個 有的一百多萬整個法案 比如說未來我們噴到電影法修正 那整部的法案 每一個有意見就 差不多弄不下去吧 我們會秘於過去立法院的大家 能夠走來 以尊重少數原則 只能全都來講 這樣 那一次是大家都想看 都說要 都要 都要想看 然後 你 到底是 叫得力可以標關 他不可以標關 那些人說 假設沒有 你所行使的行為已經 行使下去 你說不行 也有特殊案例 但是很少很少這樣 好 就是 只要大家談清楚就好 那 但盡量我們 盡量我們 盡量我們 盡量大家談 我們是 我希望大家也維持這個 不用這樣的話 大家出怪招 意思也難生竄 院長的 總院長在立法院 他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他一輩子有一個最大的 自動 當然 國安商法的時候 用垃圾桶的 用垃圾桶的 撞到老天爬 但是有人衝突 什麼事都發生 讓他沒有辦法主持會議 用這個時候 所以 大家也是追求大家合作 幫他未來蘇聯長 意思是議服如此 大家都會說 但是 今天我一個地方 都說一件事 昨天 又實在營養主持的 醫師大陸的老計劃 那個協商 那個 我們 大家可以錄影錄音 齁 大家可以錄影錄音 還能動報 錄影錄音紀錄 昨天是 日晚 有史第一次 超爾鄉開放記者 我覺得 這個大家 以後不要這樣處理 不然這樣 像我們現在看 開放記者是怎麼說話 對 我們這樣 有時候 這 變成大家在 在媒體 底下 講不出真話 有時候 超爾鄉 是三四個總統 所以 針對昨天 有關於 醫師大陸的老計法 的部分 因為民黨代表區 也不好意思 因為說 大家 今天再順便講一下 以後 大家 每個黨 要主持的人 只要 控制黨 場面控制好 那 並沒有開放記者 不行 這樣走 不用走 所以修法我們在 立法行事 還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來 許惠 好來 黃偉 我想大概 有幾個 程序性的事項 想說 大家可以今天先確認 第一個事情 是 我們當初把這件事情 希望 到 有一個場合 可以把它 談清楚 就有關於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到底要怎麼解釋實用 第一個事情是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的解釋實用 到底是 當出現爭議的時候 那個爭端解決機制在哪裡 從目前的立法院職權行事法裡面 看不出來 那我們上次在這邊 開朝野協商的時候 我們說過 非常感謝院長 他願意承擔 那 今天在這邊要討論這件事情 也不是不行 不過我覺得就先確立 就是說 未來我們如果對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的解釋實用 如果出現爭議的時候 應該要透過什麼樣子的場合 來釐清這個爭議 那針對這一次 七十一條之一 那是由院長負責 遭集一些傷額方式來處理 那我在想說 以後是不是就這樣子 把這個原則給建立下來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事情呢 是七十一條之一 我必須要老實的講 就是我對於七十一條之一的解釋實用 的確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但是這個立法院 是每一個立法委員大家的 有不一樣的看法 大家如果討論出來說 未來要怎麼解釋實用 我覺得標準清楚 這樣就好了 那因此 就上一次啊 院長他財事啊 的內容 就是 今後交付協商啊 負責了黨團 務必召集協商 沒有經過協商 院會占不處理 事經協商 無法達成共識 十一立法院執權行事法 七十一條之一的規定辦理 那因為 呃 譬如說 A黨團 他提了一個案子 那B黨團有意見 他把他拉下來協商 那按照我們目前的法規設計 我看的條文是 真的沒解釋的空間啊 就是 要由A黨團 來負責協商 對 雖然在制度設計上 我會覺得這個時候 有B黨團來召集協商 可能還會比較有道理一點 因為是B黨團有意見嘛 那不過 這個解釋論 在我們目前的 立法院執權行事法裡面 並不存在 因為白子黑字 就已經講了 還是要由負責那個法案 的A黨團 他來負責協商 那我現在只想要搞清楚 就是說 這個時候A黨團 在我們的立法院執權行事法下面 他到底負有什麼樣子的責任 那我想要在今天的會議上面 把它釐清楚 未來大家在運作的時候 有一個清楚的規矩 可以依選 第一個 是不是說 發了通知 發了通知 那 有這個 召集協商的動作 那至於其他黨團 是不是來參加 這恐怕不是A黨團 對 他必須要擔負的責任 他恐怕不是這個A黨團 對 他要擔負的責任 那如果這個原則確立了以後 那我有第二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假設 這個A黨團 召集協商了以後 其他的黨團也都來了 那這個時候 在那一次協商的場合當中 很明顯的 大家的意見 沒有辦法取得共識 對 那這個時候是 可以交付院會 還是我們還是要 應託一個月 謝謝 這個是我的 第二個 問題 好了解 好了解 那當如果沒有辦法 達成共識的時候 這個A黨團 在接下來 這一個月當中 他還有沒有那個責任 要不斷的發協商通知 還是只要經過了這一次 沒有經過共識 沒有辦法達成決議 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個都會直接牽涉到說 我們接下來 在很多議案上面 我們在國會裡面 所負的行為責任 他具體的內容 那第三個部分 院長不好意思 我先 沒有問題 我知道 我先一次說好 就是說 上一次院長做了這個財事 我們也肯定了院長的承擔 我們也按照當初 暫定的議事規則 那所以 我們昨天 就召開了 黨團協商 那這個是我們在 目前的遊戲規則下面 我們願意按照 目前的遊戲規則下面 來運作 那當然 時代力量 對於黨團協商 這個制度 有我們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們自己的看法 我們未來 是不是要相關的修法 我贊成還是到各個委員會裡面 去討論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大家在委員會裡面進行專業的討論 對 那未來是不是要修法 這個制度 到底要如何 便要如何釐清 到那邊都還可以談 那在這裡我 我只想要比較清楚的釐清 就是說 就現行的法規 到底要如何解釋適用 的問題 這個 好 你要講話嗎 好 我想 其實 剛剛 這個柯總召啊 他有提到 很多都是過去 這個活生生的例子 很簡單 你今天法條要是100條200條 不可能一致協商 就把它完成 那個這致協商 說不定沒有共識的 因為各黨 看法不一樣 他可能只有協商一個三條五條 下一次可能再召集協商 那可能 其他部分 你像那個長照法 總共協商多少次 還有其他很多法案 那不是說每一個 這個法案 你就是一次就可以把它搞定 又不是神 而且各黨團 你像這一次 提的 有提一的 那個國會改革那個 那天那個司法法制裡面 提80個案子 那80個案子 你要整合80個案子 搞一下乾燈 對不對 所以說 並不是說 我想一個月以內 然後就把這個事情 全部都整合好 一次就把它搞定 不可能 這個我想柯總召很清楚 不是我們想的那麼容易 很多你一定要取得一個共識 這一次不行 我們再召集下一次 下一次不行 再召集下一次 那到最後 大家都能夠取得共識 這個法案才能夠送到院會裡面 那不然你怎麼弄 不可能嘛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取得共識 你很多法條 那個裡面的內容 字字節節 各黨團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說我認為說 這個部分 當然一個月是協商期 但是就是說 在協商期裡面 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有的還要繼續把這個法案處理好 還要繼續協商 我剛剛所表達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我想柯總召很清楚 而且柯總召他所講的 都是過去 我們那時候國民黨的時候 我們是尊重 不管你任何小黨 台連三位我們也尊重他 他只要提出來 我們認為說 確實這個有需要協商 我們還是尊重 繼續協商 然後要是沒有共識的話 甚至院長會邀集 這個大家都來 然後做大家的看法 這個 好 我補充一件事就好 這個是實務的分享 之前在訂長照服務法的時候 我也跟各位報告 它是一個民生法案 事實上爭議也不大 但是當時呢 民進黨呢 他們有他們的政策上的考量 所以國民黨召開協商 大概長達八次 我們中間曾經召開的時候 民進黨是不派員出席的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邀請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不是只有存 會議規則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有沒有心 譬如說 在一些這麼重要的民生法案 我們不會說國民黨是大黨 我也可以拿出來直接表決 我一定要表決啊 我就馬上讓他過啊 我們不是 我們寧可花一年半的時間 苦苦等候 然後願意跟民進黨好好協商 所以是用這樣子的耐心 來溝通 來達成共識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有包含一個態度的問題 因為剛剛時代力量很重視 這個程序是不是 只要開完一次 好像就滿足了 程序上滿足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啟動 但我贊成剛剛柯總 你知道講的 就是說 你要看很多的議案的性質 還有就是在國會裡面 我們除了在程序方面 我們的民主精神是什麼 多數到底要不要尊重少數 而尊重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如果以上個禮拜五這樣一個處理 顯然就是沒有尊重少數 就是我們議場上面我們也發表了 我們覺得沒有經過這個程序嘛 所以以上個禮拜五來看的話 如果說有人強力已經提出這樣的質疑 就在程序上面沒有經過協商 應該要再來協商處理 事實上還是可以處理的嘛 但是比較遺憾是上個禮拜沒有這樣子做 那所以我不曉得 我協商的精神並不是只是 過去可能外界有說 什麼密室啊黑箱啊什麼 我覺得不全然公平 事實上在法案也好 預算也好 我們剛剛還在討論說 這個預算要協商 為什麼要協商 要不然委員會過就過了 其實不需要朝野協商啊 每一個委員會的宣告 招委的宣告都說 必須經由朝野協商 而且還允許什麼空間 剛剛議事人員也講 允許你可以再提案的空間 照道理來講 我們應該是回歸委員會大家提案就算了 為什麼各黨團還要提案 還要給行政單位也有時間再提相對案 就是希望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盡量去看到聽見大家的聲音 然後再做一個程序上很完整的處理 這樣子通過大家都沒有爭議 我也很贊成過去 這個民進黨或時代力量 在野黨的時候都一直喊 所謂程序正義的問題 那程序正義當然要包括 但是民主的精神 多數尊重少數的精神 我覺得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是一個民意機構 剛剛其實這個 這個 黃國昌委員講得非常好 我們是民意機構 我們重視每一個民意 每一個委員都代表一個民意 我們是用尊重的精神 來處理每一個議案 我是希望大家可能也要有這樣的共識 謝謝 另外我們講這個都非常容易 但執行就會有它的困難 第一點 如果召集協商的黨團 一直不召集怎麼辦 這個就是為什麼召集的提案 提案 就是提案的如果一直不召集呢 外界提案他就一定要 不 這個不一定 這個有些意思的 這個 這些都是立法院 今天不是今天才開門 立法院他不召集 那天不是 那天不召集 你就把它拿來召集 所以還是院長 對 所以還是院長 好 第二 你說 程序上 如果照這個規定 是一次以上就可以了 否則的話 要幾次 才算是協商沒有公司 這用感覺的 感覺 因為各說各話 這沒有所謂感覺 感覺 我就說 我要召集啊 不然繼續 不然三年五年再來協商 這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 只要程序符合議事規則 那剩下是法案有輕重 有些是 像決議案 中家事決議案 你說好 這次不先繼續協商 我覺得那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法條 有超百條的法條 不可能第一道 你協商到第十條 有可能還要協商 那可能 必要幾次啦 啊 希望到底幾次才算協商成功 這個我也有一點 沒關係 這個都很清楚很簡單 立法院一定是合一致 合一致應該要溝通要協調 這是一定的 好 硬幹硬來 這個是指增加這個對議的因素 好 我也不會贊成 跑委員會廢教 那就國會多數暴力 法制化 疫名就不要管嘛 小黨一點存在的疫情 價值沒有 當然要回家了嘛 因為說要不斷編論 實在用最喜歡編論怎麼動 那協商也是在編論嘛 委員會也是一樣嘛 那要了解 超委員會兩種 超委員會兩種 一直出委員會以後學商啊 只有超委組織 真的不行的時候他們會做個結論 也常常這樣嘛 因為法案 人家那邊跟小議 我們學商一年多啊 不然我們都來 冠軍都不來 這個東西 政治上大家都說出交啦 所以還是以誠意 當然最少一定要學商 也會 也 不是說一課一課 他就要表達 那就是正義對議的東西 好 那過去國民黨還可以從程序委員檔案嘛 根本我們表決的機會都沒有嘛 像共同法 程序委員都可以擋掉嘛 我覺得未來運作 大家建立在齁 整個學商都和諧 和諧的 講道理的時代 我們現在大黨 我們要 當然大黨的時候 我們很誠意想想過 我非常了解這中間的 一些問題啦 所以學商其實沒有他 音信音規定 這大家都成語啦 這兩個孩子算 我開了一百萬元 切開 然後要表決 表決誰要跟你表決 排富業案等等 都有一些問題 這都要好好講啦 我一直覺得 當然 這都是 這都是 現在這樣好不好 我這個 我們剛才 因為現在又四分就要 都說好啊 都說好啊 我黏要黏啊 還是要黏就確定喔 還是要黏一遍來 一四人也黏一遍來 前三岸 對 前三岸 今後去黏一遍 黏這個嗎 前三岸 大家前面再黏一遍 好 好 前面再黏一遍 那就不要黏了喔 等一下等一下 你聽我說喔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以後意識上還盡量 有衝突 像那天 像在影主義台 我早聽樂會來 來談說 這個怎麼危機解決 那當然是可以啊 哪裡說 我跟曹阿長 你也跑進來過嘛 我這不能談 那危機要解決 我跟他談 那能不能在議員 那議場裡面 朝來立委不能講話 就要來這裡錄影錄影 不可能的事情啦 我早聽樂會來 你這個要怎麼解決 講了兩個都用頭啦 好 是不是這樣 所以 因為還是一個很 和諧 要彼此尊重的場意啊 我今天拜託 什麼啦 那種的齁 像昨天那種 超會香 那天我們在談的時候 你進去談兩分鐘 你就走 好好 對不對 昨天那種超會香 不應該看完記者而已 這樣以後 根本就沒有辦法運作 你要看完記者 你怎樣 跟攝影機修法 像我們今天這樣 記者你為什麼 每天接條的嘛 然後這樣做表演 有情緒就來了 我們當然還是要 做遊戲規則來 沒有我剛剛 一開始發言的時候 我就說得很清楚 我只想要釐清 程序上面 要怎麼運作 那至於說 我們的國會 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民主的內涵 這個牽涉到接下來 其他的改革法案 這個大家到委員會裡面 都可以好好的去講 譬如說 我們期待 法案在委員會裡面 進行專業的審議跟討論 那大家有不一樣的意見 在委員會裡面 可以先進行 第一回合的辯論跟收斂 那出了委員會以後 如果還有不一樣的意見 我們接下來就到 院會裡面去辯論 那當然這個是 時代力量期待 未來國會運作的方式 但是我們也沒有強迫 要把我們這樣子的模式 套到別人身上 因為我們 畢竟目前 還是有目前的規則 所以我們就完全按照 目前的規則來運作 但是我只是想要確立說 現在的規則是什麼 那如果說是按照 剛剛院長所確認的 那樣的方式 就是有發通知了 那就等大家來協商 那不會有進一步 有進一步延伸其他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規則 就很清楚 那第二個部分 是如果這個部分 釐清楚了以後 我們未來的黨團協商 是不是要開放 直播 或者是有什麼樣 其他的方式 那我贊成 這個議題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 另外一個議題 那看是要今天繼續討論 還是要擇日 以這個為專題 來繼續討論 那一定啊 我現在擇日再跟我討論 這樣子啦 好好 好這樣子啦 現階段 就依照我那天的財事 要走那個程序 那程序是一次兩次 你們看法案的重要性 理否 好 那第二直播的事情 我們再找時間再來 再研究 好 提案修法 要來 我說明一下 我只是做最後補充說明 因為剛才柯總召 有提到昨天的事情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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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總召 來 柯總召 講得好啦 就是說 這個法律 71條也是法案嘛 所以我們也不能隨便去弄它 我意思是說 昨天所有的黨團都造 柯總召 柯總召 昨天所有的黨團都造 都在 那對於現場 這樣的記者 攝影機都在 也沒有任何意見 我想是大家都接受的情況下才進行 而且 我覺得進行的也是蠻有效率的 也有一些成果出來 我想這個 像王玉民委員在現場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 好 那今天的黨團會 我們就到這邊 好 謝謝